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介安兄其实如果全台湾知道跟蚝蛙相关产业的人应该都有认识您了 对 因为这个他帮林内的蚝蛙做了很多证明 所谓的证明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他要告诉大家因为林内的蚝蛙跟全台湾什么槟榔芯芋头 台中的大甲 高雄的高树 屏东高树 然后这个高雄的甲仙等等 其实我们的品质是不会赎给他们的 不会 这样子会导致你们业内互相彼此打架 大家交流进步 交流进步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从介安身上让我看到 一样是蚝蛙它可以做出属于云林林内跟别人不一样的呈现 是 我很期待 我先自首一下 我刚刚已经吃他煮的蚝蛙汤 太好吃了 说现在这个吃蚝蛙是正常时 对 现在吃蚝蛙正常时 对 太棒了 我们的蚝蛙要好吃其实就是两个关键的字 台语都渣酸 天气越渣 土就越渣 蚝蛙就越酸 所以现在是吃芋头最好的时间 今天我们全部走原型食物的行列 对 这个完全没有负担 而且可以吃的精气 这个元气满满 第二跟各位介绍的是韩籍的代表 它是我们的新著名 云林 水林的 水林的节乐番属的徐晓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徐晓华 也是徐乐乐 讲到地瓜 我知道那个金山很厉害 对 大家一讲地瓜就讲到金山 以前都不知道 水林地瓜台能57号 水林地瓜跟金山地瓜到底差在哪里 其实都是一样好吃 只是说它季节性不一样 但是吃习惯的都喜欢吃57号台能地瓜 因为它的甜度 绵度 就像他们地瓜那个芋头一样非常绵密 对 没有粗纤维 但问题是一样是台能57号 金山跟云林的水林差在哪里 应该一边靠山 一边靠海 我们是靠海吃饭 靠海的地瓜 靠海的台能57跟靠山的台能57 可能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完全不一样 你看吧 这两位来宾多会讲 已经讲出属于自己的特色了 没有 我们只是把事实展出来 对 我们只是把事实呈现给大家 待会我们就来一一地来呈现这个事实 不过很特别的地方是你看 光光一节的芋子 光一个地瓜 看起来很平凡的食物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面 所以你原来在湖南 你本来也是做浓的吗 我以前说说不好意思 因为以前做美容的 因为现在完全不像了 所以它是不能说好了 对 完全不一样 那你也可以边种地瓜 边做美容可以啊 我现在是被需要美容的那一个 对对对 它是被需要美容的那一个 今天我们有帮你化妆可以的 对 感谢化妆师超厉害的 另外跟各位介绍的这一次是 这是我们许小娃 就是乐乐的好朋友 是林雨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林雨娟 我刚听雨娟讲话 我在猜你应该是新住民 是 我来自澳门 所以你嫁的也是台湾先生 是 我先生是台湾人 那你在台湾也是做农吗 没有 但是做贵妇的那种 所以今天是被乐乐找来 我今天来是 因为我是跟乐乐是好姐妹 对 今天他叫我来帮忙 帮忙一下这样子 需要了 因为乐乐是美容师的背景 他需要有气质的路线 对对对 然后做菜的部分要交请你来帮忙 他要趁头我的美 他其实一直都很有气质 我发现你看这两位新住民朋友 一个来自于湖南 一个来自于澳门 他们其实对我属于他们自己 很不一样的呈现 很棒喔 待会不要客气 因为我是吃辣的所以是一个比较火爆 那待会我都不讲话 全部要交给你讲好了 没有 还是几次在讲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影片 看剑邦的教育部 剑邦 其实林内这边 好像之前我比较没有听说过说 芋头是你们种植的重点 是这几年才开始 特别着力于芋头的种植吗 对 我们的芋头 其实大概种植的时间 大概二十几年 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有 但是一开始种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卖给盘商 整个市场上大家对芋头的需要 都是停留在大甲芋的印象 是啊 所以我们这边芋头去盘商来买 都把我们称为叫大甲芋 所以我们吃到的大甲芋 有可能是林内种的 对 那大甲芋 讲到大甲芋就不用多解释 全台湾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那个品质 头感 绵密的程度 大家都喜欢吃大甲芋 但是大甲芋不会全年都有 所以像进入夏天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们林内这边 或者其他的产地 大甲芋那边比较是冬天才行 那边比较冬天 年底的时候 所以我们夏天有可能吃到冰品里面 那个很绵密很好吃的芋泥 其实是林内芋 就是我们林内芋头 有点就是正宫回来 正名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在104年 我们透过水土保持局的协助 我们推动林内芋头正名 所以我们自己叫做 林内芋 然后大甲 冬天产的是大甲芋 对 但大甲芋当然品质也是很好 不过夏天的时候 林内芋其实 我们还是要感恩 林内这里的土地 这里的农民 对不对 也感谢我们浊水溪的灌溉 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物产 又上了一课 原来是林内芋 是 刚才这一段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Windy到了林内 来跟健安一起看看这个林内芋 所以这一集节目当中 你让她认识一下 特别的林内芋之后 好像你还带她去 去我们的佐尔西灌溉的源头 然后后来带她去参加我们的 墙水活动 所以你应该参与了很多地方 创生的活动 促进地方的观光 是有多少对地方一些文史 做一些调查 然后有协助 其实今天健安告诉大家 她为什么告诉大家 大家这个林内的芋头 跟大甲芋头其实并不输 原因是在哪里 其实品种是都一样 但是我们主要种的地方不同 当然我们用这个芋头来讲 主要是灌溉的水源 然后也因为种植的时间也不同 所以品质也会有差异 那我们用的是佐尔西的水 那佐尔西的水叫佐水 就是顾名思义它的水 会夹带很多的泥土 然后越灌溉 其实土壤越肥沃 那芋头就越长越大 可是大甲的 之前大甲芋头老板也有来过 我们大甲的水泽多么的清澈 最适合种大甲檳榔芯芋头 所以有清水跟佐水之分 那到底哪一个好呢 我们农民都希望说土壤的肥料 能够比较多一点 那芋头可以多吸收一点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大甲芋头 都是特别的大 可是大甲的一样也很大 当然早大一定都有 但是我们的芋头 相对就是比较偏长 所以在市面上看到比较长型芋头 有可能就是我们林内来的 但是一样是 那个檳榔芯芋头 林内的种出来的芋头 硬是比大甲更长一点 对 比较长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佐水沉淀的黑土 让我们的土壤跟大甲沙子地 比较不一样 对 大甲是沙子地 而且大甲讲说它是沙子地之外 水泽很清澈 那你说的林内的芋头是 里面的土比较粘 然后因为佐水溪冲击的关系 里面的土比较柔 水也比较柔 是 所以样子会不太一样 会不太一样 那口感呢 口感上来讲其实差不了多少 主要会造成我们品质会有差别 是还是在我们种植的时间点 我们是属于在一年四季都在种植 而大甲是种冬天收的芋头 这个你完胜了 因为大甲芋头冬天才有 可是你一年四季都有 我们一年四季都有 这个由来是这样 因为大甲芋会挑在我们最干燥的季节做采收 所以它种植的时间点大概会在农历春节之后 然后经过大概漫长九个月的生长 那其他时间点 比如说到夏天来讲 因为容易受到气候 高温又潮湿的影响 那芋头品质相对就会比较不好吃 有时候会有一些肾水 现在就是煮不烂的问题 对对对 对 这是因为季节的关系 那意思就是说 只要是林宁的芋头全部都煮得烂 林宁的芋头 因为我们产地相对比大甲小很多 所以我们就变成延伸出一套 并我们一年四季都在种芋头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有好吃的时候 那我们也有种到夏天 不好管理的时候 不能讲男士 不好管理 比较没有冬天那么好吃的时候 所以它还是 人家说夏天的芋头还是会稍微有点QQ的状态 会 但是就是损耗比较多 它容易烂掉 你好老实 我们农民上来就是必须讲实话 他好老实 他没有说我要完全PK掉大甲的芋头 他只在告诉大家 我到底跟大甲差别在哪里 而且我的优势会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你还有一个输了 哪一个 你的价钱比大甲硬头 我们的价钱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大甲产地 然后过去都是仰在盘商的时代 盘商都会告诉我们说 大甲比如说收购价多少钱 你们一定是不能高过它 所以一定是 这就特别压你们的价钱 对会有一个大甲价格的天花板 那我们就会比较吃亏 但是装上袋子之后就全部都变成大甲鱼 所以我看到今天竟然拿了另外一个袋子来 对 我们今天我们做了这个有写的林内玉 这个林内玉 这个是今天我觉得身为不是农民的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为我自己的家乡告诉大家 其实我不是林内人 不是我觉得我跟建安一样 我余有容焉 你有没有发现 我帮自己的家里面的特产做证明 是一种很骄傲的事 对 因为我们的产地产量品质都其实不输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关系 大家都想要买大甲鱼 那大甲鱼夏天肯定是没有的 那我们这个盘商来除了帮他们压低价钱 但是出去还是卖大甲鱼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农民是很不公平的 那除了价格不好 然后有时候你种一种跟你弃作了 他也没有来收 所以最后变成我们农民都很吃亏 那这是我们 你们被弃单过很多次 有弃单 没有讲好之后 那迟迟不来采收 那就一直耗在田里面 损耗也是算自己的这样 那后来在我们这个农村再生的 我们社区在推动这个农村再生 我们就想到把我们社区的这个产地也做证明 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印上自己的名号的袋子 对 这个代表是说我们这边出去的芋头 那一开始其实还蛮有点受挫 是为何 农民们不敢装 他说装了没有人要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但是我们这几年的努力 慢慢在中部也稍微让大家知道 原来云林县的林内乡 也有在种芋头 而且我认为一年四季都有 对 冬天最好吃 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 除了卖农产品 我们也推动农村体验跟农游 所以如果从旅游的角度 你不会希望只能够在特定季节才去 那我们做了一个叫做全年都可以采收芋头 这样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们是全台湾唯一 一年四季可以采芋头的地方 就是我们对故乡的一个重新定位 而且这个浊水浴就像你刚刚说的 欧头 欧头是那个浊水溪的概念 对 我们的村庄名字就是浊水溪沉淀之后 那个周边的环境都是黑土 所以我们这个名字从清朝因为现在 所以欧头 然后又是写露水欧 早期有浊水米 现在有浊水芋 这是我们家乡的话 一个芋头跟大甲最大的差别 你有发现建安讲解后来 就是有那种对自己的家乡非常骄傲的感觉 没办法很赞很赞 你稍微休息一下 但要请建安告诉大家 说蚝子吃这个 可能你吃的时候 手会脆啦 甚至有人说什么嘴巴会麻 但要告诉大家原因在哪里 我要来请这两位非常美丽的新住民朋友 其实谢谢你们两位的认真让台湾的台农57号 在水灵这个地方呈现出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一样我们先来看影片 因为先生以前他从小就有种地瓜 但是后来年轻的时候有出去工作 回来是因为公公他们年纪大了 就回来接手种地瓜 差不多十年前开始自己种自己骂 那最开始只是骂生鲜的 可是生鲜地瓜它不好保存 慢慢做一线地瓜的无添加的加工品 因为符合现在大家对健康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成立节乐芳属园 为什么会选节乐 是因为我先生吴宏杰 那我徐乐乐 就是结合两个名字 同心协力做这块产品 在我们的鲜海很近 所以它土质是半杀土的 非常松软 因为土质的松软 它种出来地瓜就没有出纤维 就比较绵密的那种 也因为靠近海边 所以它土质有少许的鲜分 其实采收地瓜需要很多人工 所以每次采收 差不多天里有十几二十个 有就是要积极翻腾的 打地瓜的 挑选的 以后搬大的 以前很多客人就是说 你们地瓜为什么还加盐巴 我说其实不是 那是老天爷帮我们加盐巴 因为它是土质的咸 因为大错地瓜的咸 所以它地瓜吃起来甜甜咸咸的 比较不会腻 还有就是东北气氛来着 就像那个台风一样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风 是地瓜所需要的 因为风一来 气温比较冷的时候 它地瓜进入冬眠的状态 所以它没有再生长 它是等于在沉睡当中 它的糖分会慢慢施放 所以质感会比较扎实 所以我们的地瓜 从种到采收 差不多五六个月的时间 它非常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才有帮它达到这么好的品质 我们是用蔬菜肥料 隔一点会用鸡粪肥 鸡粪肥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但是它的肥料的养分会比较好 对土壤也好 对地瓜的生长也好 有很大的帮助 刚才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因为喜欢台农57号地瓜 而特别嫁来台湾的乐乐 徐小华它的乳名叫乐乐 他说他以前在湖南是做美容的 来到这边是被需要美容 但是他想把我们台湾的台农57号的地瓜 美容给大家看 其实我问得很直觉 台农57号在台湾到处都有 对吧 对 我刚刚特别举金山 其实包括你们云林旁边的嘉义 或者是像彰化很多地方都在种 应该说地瓜全台都在种 而且台农57是最好的品种 对 因为每个地方特色不一样 所以刚刚我说的是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就是因为我们靠近海边 所以它的主持人可以看一下 它皮非常薄 像贝比一样 一整串 这个谢谢你 不然我也没办法夏天去采 你知道为什么会带这个来吗 因为很多客人第一次去到田里 他说地瓜是长到地里 不是像西瓜一样长到土里吗 地里就是土里不是吗 可是我们是长到地里面 地底下 对 那个西瓜是冒出来的 对 我说如果长到那个土里面也好 我们可以看它什么时候长大 什么怎样 我也知道 可是种地瓜不一样 我每一次采收地瓜 就好像开讲一样 不知道这一块收成怎样 或者是是不是被虫咬了 因为地瓜最怕就是虫害 所以我们的地瓜 为什么只种冬季 就是因为它冬季的虫害比较少 就像高丽菜一样 为什么冬天特别好吃 它需要温度 那我们也是 就是因为它的温度 再加上我们地理环境 这个我们地 那个土质是有分黑土或沙土 这个是半沙土的 这一样在你们水林 对 也是在我们水林大沟的 那半沙土它种出来的话 它颜色会比较黄 如果是稍微黑土一点 它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对 那黑土它口感会比较紧实一点 沙土会比较绵密一点 我发现我们刚刚这样摸 你这个地瓜就是皮薄 陷多那个概念 所以我都很小心喝福病 皮好薄喔 比我小孩还认真对付它好吗 比一般人的皮肤更薄 对 所以那是因为你们水林的地瓜 才会皮这么薄是不是 其实也不是我说的很多客人反应 就是说你们那边地瓜皮特别的薄 对 所以你们烤地瓜连皮都可以吃 就不会有感觉粗粗的感觉 所以你刚刚说水林的地瓜 除了皮薄之外 里面的那个纤维更细 没什么粗纤维 没看到什么丝 很多客人是买地瓜 它被看到什么丝之类的 可是我们就没有看到 就是那个纤维丝 对纤维丝 就是这个嘛 对 就像小小的地瓜也没有 甜度又够更够 是因为它靠近海边 所以它的地质比较松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水林 它还有点盐分 大沟 你那边很 海边很近 所以每次一到东北基峰来的时候 天啊 那个风像台风一样 还好我比较胖 不然我会吹走了 你知道澳门贵族 一直不都在帮你补充 谢谢 就是说第一个皮薄 然后呢所以有咸度 对啊 有咸度 里土有咸度 你看姐姐吃了 我们在地瓜吃就经验来了 好 我可以先吃肯一口吗 可以啊 我刚刚偷吃了那个冷冻 玉欧最后夹 那我可以 可以可以 拿你就这个吗 对可以 可以黏皮吃 那个是剥皮的 因为她为了待会要 你就开始做吧 对 因为姐姐要帮我们 现在已经在弄了 开始了 她要帮我们示范是用地瓜做 饮品 对健康饮品 对那个纤维的感觉少很多 对 就很绵密 而且我们是靠近海边 所以她土质带有咸度 有 所以她吃起来甜甜咸咸的 有 对 她的咸度比一般的57更强 可是没有强很多 对 就多一点点的感觉 所以女生吃了不用担心什么 不用担心 不小心我放屁了怎么办 如果去约会那是不小心 等一下我要跑厕所 等一下 这个没有这个问题 盐度比较高的地瓜 吃一吃不会放屁 对 就像我们吃玉米一样 是不是要撒一个盐巴 不会沾气 好消化 好消化不会沾气 肠胃就不会沾这样的 原来她的地瓜 对 我云林水云的地瓜 标榜是吃了不会放屁 对 然后包住你排便 因为她的骨质不一样 真的假的 真的 一个屁都不会放吗 其实像我昨天 我会想我太过分 我昨天晚上真的喝 肚子不太舒服 是 所以我哪怕是肚子不舒服 我心底下吃这个地瓜 都不会放屁 对 只会通便顺畅而已 好了我们不要再讲了 如果你在吃饭 哪怕你吃不下了 如果你们看 电视的观众朋友 来吃饭的话 真不好意思抱歉了 不过我想呈现的 的确 它的皮很薄 而且它的味道很香 它真的有咸度在里面 微微的 其实 它的味道比较特别 它的味道比较特别 它不只是好吃 它真的很一样 为什么 像我们家 整个小孩 补品给他 我们家从两个小孩 从六个月开始 我就是用地瓜煮汤 就是单纯刷牵 加水去煮 所以我们家小孩 从来没有 这回是什么 不顺畅 而且可能是吃地瓜的 关系 我们家小孩都很高 都很高 我们家十四岁的小孩 男生 现在180公分 我们女儿十二岁 现在165公分 其实我相信吃这些 跟境内的食物 对 地瓜一样 它那个人的元气 会很够 对 精气神会很强 我都忘了 跟你们聊天 都忘了 我们今天要请大家 把影片留言加分享 我都忘记了 请大家把影片留言加分享 然后送那个 送那个 有礼物 或者是那个地瓜 对 那个蚝蚝是建议他们家的 特别的蚝蚝 带回来吃吃 透过这个 正名过后的 林林的芋头 然后包括另外那个番薯 是水林的 地瓜 地瓜片 都是台湾57 好 其他的留言加分享 把影片传播出去 让大家看看 与你的蚝蚝跟地瓜 是完全不一样 在椅子 我今天特别秤透他 我穿了紫色衣服 你看 对吧 好 我刚听乐乐这样讲 因为是海边的关系 是 它的芋头有微微的咸度在里面 来保证你吃的 不会放屁 所以接下来 请您帮我们做饮料 我们也要让健安兄来喝一喝 所以其实我知道 这样的跟筋的食物 他 lawn 但是做etus 是非常广 还在动 它现在在做什么 現在是打豆漿 那個豆漿 番薯豆漿 對 隔一隔 對 我們現在是開始打地瓜豆漿 現在不是早上 大家沒有時間去吃 準備很多早餐 那你有豆漿就是有蛋白質 澱粉又是好的纖維 所以你一杯豆漿喝下去 一天的雲氣 滿滿的 那我們用水林的小黑龍的豆粉 你看加我們的烤地瓜 水林的小黑龍之前來過 他們要種黑米的 好厲害 好厲害 還有黑豆 對 因為他們家的 它有黃豆粉跟黑豆粉 對 今天我帶的是黃豆粉 所以其實只要把剝皮過後的 地瓜丟到豆漿雞裡面 它就會把它打得像地瓜泥 如果其實你不在意口感的話 你的皮打得更好 更一樣 你有沒有試過芋頭跟番薯一起煮 有 味道怎麼樣 非常好吃 又甜又香 又綿 等於是雙重口感 對 做法是一樣的 一樣 差不多 煮粥或著煮飯都可以 都可以 還可以做湯圓 對啊 湯圓 你看有地瓜湯圓 芋頭湯圓 那剛剛是這三種不同的品種的地瓜 那為什麼這個地瓜看起來又不一樣 這是什麼回事 這個是讓大家來看一下特別的NG品 NG品 其實像我們做地瓜也好做芋頭也好都是靠天吃飯 也好老天賜給我們什麼我們就直接說什麼 那不可能說像機器一樣全部都是合格的 它也有些不合格的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NG值的是 對 蟲咬的 就像這樣一顆一顆黑色的 這個是有黑點的 還有一點就是臭香就是小小的 主持人你看這個非常小 人家看不出來的話就是 我們去買地瓜不多少少都會有這個問題 對 它這種的話吃起來就會有一點臭香的味 就是那個苦苦的味道 對 但是只有那個點而已 對 你把那個點削掉就比較好 所以一般你們會建議在吃地瓜的時候 應該洗乾淨之後把這個黑色的挖掉 像這個都把它挖掉 其實也不是每個黑色點都是有那個臭香糖 當然因為是我們專業的看得出來 我們看不出來 我們就是把皮剝掉 你就用刀子削一削 我的重點就是丟下去蒸完之後 拉起來再慢慢把它剝開就可以了 主持人給你報告一下 其實有蟲咬的你可以放心吃 如果沒有一點蟲咬你反而擔心 也是 對 剛剛樂樂告訴我們 包括了各種不同品種的差別 然後也讓我們知道說 原來水磷的地瓜跟別人不一樣 要做料理對不對 那就等你喔 等你待會我再回來 大概多久會好 馬上就可以好 馬上那我在跟建安聊天的時候 希望就會有好的飲料出來了 好 建安我們告訴大家 芋頭一般來講大家都認為說 下芋頭很麻煩 其實建安要告訴大家 原來削芋頭可以不會手養 怎麼處理 我們芋頭 它在田裡面的樣態大概會是這樣 那它就是 它是屬於我們精的一部分 另外它會再長出很多的根去吸收 對 然後因為它在野外 為了怕被一般的動植物當作食材 所以它自己衍生出來 像這個植物自己的自我保護 就我們把這個葉子捏掉的時候 其實它這個會有一點點的液體出來 對對對 那這個就是帶有一點刺激性的東西 在這個末端 會這個液體會流出來 那這個東西延伸到它的 當它變成一個大的芋頭的時候 其實都還一直存在它的表皮底下 所以很多種說我們吃芋頭 早期對芋頭的一個印象就是說 吃這個好像嘴巴會麻麻的 或者喉嚨會癢癢的 我倒是沒有這種經驗 我的經驗比較明顯的是手會癢 對 手會癢 會微微的啦 會微微的 消的時候就會有 如果說一般水洗的話 你就會有更直接的感受 因為我們這個在土裡面出來的 這個裡面它都是帶著泥土 所以這個看起來 大概回到家要料理的時候 其實很不方便 我們會習慣先洗乾淨 那洗乾淨之後呢 這時候流裡才吃的 那水分就會一直蓄積在 你削皮的過程裡面 那它會讓這裡面的刺激物 會透過水分滲透到我們的毛細孔 這個刺激的東西是草酸鈣 然後會滲透到毛細孔去 所以就造成發揚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很多人削芋頭很害怕 那到現在可能更年輕人 完全都沒有在削芋頭 就直接買人家削好的 那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 就是說怎麼樣削芋頭不癢 你只要知道原因是在這個 原本它自我保護的一個精上面 有一個皮層在這邊 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它削掉 然後乾乾的削 第一個沒有水分的傳遞 第二個你把這些刺激的東西削完 你在吃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所謂喉嚨發癢 還是不舒服的口感 那我這邊把這一顆 我來示範削一下 那我順便把它做一個削皮的統計 因為這一顆重量大概是863克 這個來賓真的很厲害 你繼續講 我們記得開始吃你的藝蟻 我們可以開始吃 來來來 請吃 都直接交給你了 你等一下累的話可以被豆漿嗎 你繼續講 我告訴你 芋頭削芋頭手不會養多重要 你知道嗎 這個其實很多人很困擾 然後削到多少 謝謝削多少 下加一支芋頭 那我們三個就不講話 那我直接在這邊 我就準備一支刨刀 教清楚 來 我們都不要講話吃芋頭 這個皮我把它削的 先做一個 我留三部分 一個是它外皮 第二個就是我們一般人削的這個程度 第三個是我覺得合格的 我們來看一下做個比較 就大概知道一下 它的差異性在哪裡 是不是要把那個所謂的草酸鈣給它處理掉 所以皮要削比較多一點 可以這樣說嗎 大部分可能都會看到這個白白的皮層就會停止 相對我們這個合格的外皮 這個白白的皮層大概就到這邊而已 那我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要知道 要把這個刺激的東西削掉 就是要再往下再挖深一點 所以這裡面都是草酸鈣 對 這個白白皮它不是澱粉 不是我們的芋頭澱粉 我們要吃的是芋頭的澱粉 對 我們要把草酸鈣處理掉 對對對 消生之後那個顏色 顏色就出來了 顏色就出來了 紫色就出來了 這個是檳榔心鈺的品種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紋路 這就是檳榔心鈺的紋路 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檳榔心鈺的 是有紫色的紋路相當的明顯 這個品種是我們市面上最普遍的品種 大部分都是吃檳榔心鈺 那檳榔心鈺在煮的時候 高溫或溫度改變的時候 它的香味會很濃郁 那我們大概像這樣的一個部分 跟我們剛剛簡單的做一個對比一下 它其實這個地方是比較偏白 就是說我們那個草酸鈣皮疹都還在 然後如果說稍微轉一下到這邊來講 紋路更明顯 這才是我們要的芋頭削完的部分 其實結論就是削厚一點 對 把它多削一點掉 對 把刺激的東西削完 然後你手如果是乾的話 對 基本上你手是乾 那這樣削的時候 你手會癢的機率會向得非常非常的低 對 還是完全不會癢 當然有些人對皮膚比較過敏的人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感覺 那我們大部分基本上都已經不會 像我這樣子手直接接觸它 也沒有水分在傳遞 而且我們手心是沒有毛細孔 對 我們這樣接觸其實是不會有問題 所以你剛剛示範的就是怎麼樣 讓它不會 不會 怎麼講就是不會手癢 對不會癢 那削完之後 這顆芋頭 三分之一就不見了 對 大概我剛剛有 有秤重 它是856公克 我現在用 很快時間把這個芋頭削到 我們要的一個程度 果然是芋頭答案就是不一樣 光那個削芋頭都很厲害 很熟練 速度超快的 您常常在叫煮飯嗎 常常在削芋頭 這一碗芋頭 你在邊削的時候 可以教我們怎麼做嗎 那這樣好吃 你怎麼做 我們的芋頭湯 只要 只要 食材好 其實很容易 我昨天是用這個 電鍋 電鍋然後 加兩杯水 我就去忙我的事情了 電鍋加兩杯 把芋頭切塊 對 切很大塊 切很大塊 我們需要有口感 放在電鍋裡面 對 加兩杯水 昨天晚上就在準備這些事情 好 然後這個 它跳起來之後 它悶一下之後 它就整個熟透了 熟透之後 我再加砂糖 我加的是二砂糖 那你第一次水要加多少 水 我只有淹過它而已 一定要淹過它 鍋外兩杯水 鍋內只要淹過它的 內鍋淹過我們的芋頭 就好了 然後 然後跳起來之後 跳起來之後 我們就 加糖 加糖之後 我再倒一杯外鍋的水 再讓它煮一次 這這麼好吃喔 對 那其實我們這個 因為 有一種做法叫 就是在中環部很流行的 這個很好吃芋頭 它是讓整個糖分 滲透到我們的芋頭塊裡面去 所以它那個 除了要 加完糖之後 要讓它浸泡 然後還要拿去冰 冰過一天之後 讓它整個糖分 蜜進去之後 那時候吃起來的芋頭塊 完全就是有糖分了 那現在 如果說煮得不夠 我們叫做芋頭湯 就是你會覺得 芋頭很鬆 但是湯很甜 芋頭可能比較沒有味道 就變兩個口感 然後沒有辦法融合 所以在我們中環部的吃法 大部分都會做冷凍 就是把它 讓它在冰過之後 整個糖分滲進去了這樣 靖安 那你現在這一塊 還有沒有什麼沒有講到的 我這邊我要把我們的芋頭 稍微頭尾去除一下 當然這邊有一個小瑕疵 我們把它切一下 一點黑色的地方 對這個跟剛剛講的 格外品的概念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在土壤裡面 其實我們很難去完全的 沒有這些瑕疵品 好大概下到這樣子算OK 那剛剛我只是一刀下去切頭尾 你看我的菜刀是很明顯 有白白的澱粉 對 要削到有白白的澱粉 那才是我們要吃的 對 這個就是我們這顆芋頭好吃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季節對了 然後它充滿澱粉 你看我菜刀一下去 它就有沾黏在我的菜刀上面 紋路蠻明顯 你在教大家要切到 削到什麼程度是真正好的方式 就是削到這樣子 看到什麼芋頭是一樣 我有聞到香味了 那我來看一下它的重量剩多少 它現在剩下591 所以大概少了 從剛剛是864 然後它591 差不多講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大概三分之一 因為快600了 它剛剛860幾 差不多接近900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說少了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的一般一顆芋頭 其實它的損耗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現在大概都是比較講究品質 所以我們覺得寧可多削一點 那也不會有這個不好的口感 重要的是我們做出來的芋頭塊或芋頭泥 都不會有顆粒 我們很多人在做芋頭餡 這是常常做出來的顆粒很明顯 那還要再過篩 還要怎麼樣 其實是因為我們不小心把不屬於澱粉的東西 我們一起加入 接進去去煮了 所以你會吃到這個不適合的口感 或者是它變成顆粒狀的一個不容易糊化 我們煮熟這是糊化的作用 不容易糊化的這樣的一個成品 太棒了芋頭達人 我要回到地瓜這邊來了 我把你的芋頭 把你的地瓜豆漿跟它的芋頭湯合在 可以你們反對嗎 完美搭配 我發現這是完美搭配喔 對啊 因為那個芋頭是甜的 那你剛剛的那個地瓜豆漿沒有那麼甜 沒有加糖對不對 你在這裡吃我一直吞口水 一直流口水 你在引誘我 這樣子不會那麼甜 小華你要不要講一下 剛剛教大家做很簡單的地瓜豆漿 你那邊有很多特別的 那個地瓜條是你受到口碑非常好的對不對 你講一下地瓜條是什麼樣的方式 這個嗎 這個是我兒子的肥義 我們家小時候就是媽媽會做 用手工做給我們吃當零食 因為小時候沒有太多零食 我對她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因為我小嬸嬸她是離我們比較遠 她住了廣西桂林 她每一次回家說 她說嫂子我不願你幫我準備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幫我準備這個地瓜乾 可是那時候我不覺得它好吃 可是來到台灣之後 我會特別想念這個味道 所以我就跟媽媽去請教怎麼做 我媽說 蛤?你要做地瓜乾? 你知道多辛苦嗎?多累嗎? 你幹嘛做這種那麼不輕鬆的事 我說我想吃 我就跟她說 然後她就學她做 因為這個完全手工的東西 我們以前都是用太陽曬的 日曬的 太陽日曬 對 可是因為我們的台灣天氣 跟我們湖南天氣不一樣 這邊潮濕比較重 所以日曬的話比較不太好把控品質 對 我們這個是用低溫乾燥的 所以它真的非常耗食耗工 我們從它製作到好需要三天的時間 做地瓜條要三天的時間 它的特色在哪裡? 你先吃一下 我先吃一下 對 我剛剛這樣看好像是烏魚子 你可以把它當作素食烏魚子 很像烏魚子 很像 素食的 素食的 它是不是有點像DGI的食物 對 它不會生糖 而且就是它的飽足感很夠 因為它把那個水分去掉了 所以你慢慢嚼 包括小孩子它磨牙垃圾你可以讓它吃 它跟蜜蒂瓜又不一樣 不一樣 它真的就是純粹地地瓜把它乾燥 可是它不是完全要乾 它還有一些血分在裡面 對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之前我們客人 因為其實前幾年台灣客人比較少聽到地瓜缸這一塊 所以他們去我們家去買東西 他說我要買烤地瓜 然後我先生請他吃這個 他沒有吃 他說這個是什麼 他就放在車上沒吃 因為他是嘉義人 他走到北桿的時候 他又轉回來 我先生說 你剛剛不是買完東西 怎麼又回來 他說我在北桿的時候 就五一年就打開吃 結果那麼好吃 它真的就是地瓜把它的水分處理 大概80%的水分處理掉 對 然後剩下一個濕潤在裡面 它不太像吃 一般不太像我們像這種薯片的味道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一吃就是你感覺到它的香素 可是這個是你要慢慢去咀嚼它 那個香氣才會跑出來 甜味才會慢慢的出來 所以它這個怎麼吃它都不會膩 地瓜缸在台灣比較少對不對 比較少 比較少 一般是蜜地瓜多 都是糖吃的比較多 因為大家頭腦比較聰明 不做這種辛苦國 我頭腦比較笨 所以只能做這種 所以這個比較笨就對了 對 但是也就是因為它笨的關係 它總是傳統的方式 比較費工 它古早味的 但其實 喜歡的人會喜歡吃 地瓜乾喔 會比吃那個 Cream Chips 那個薯片來的更 不一樣的感覺 不會膩 不會膩 不會放屁 而且它比較 不會膩 不會膩 對 不會放屁 真的不會放屁 但是身體不會很健康 沒有啦 放屁現在要把身體健康 對啊 是 我的意思是說身體很健康 是因為現在很多健身的 他們講求低碳 飲食 所以它這個是屬於低碳飲食 因為它生糖很低 然後它非常有飽足感 他們運動完之後 他吃一兩條 他覺得 感覺那個元氣又來了 因為其實根莖類的食物 本來就有那種 補充補元氣的概念 是 所以它就吃起來 而且越吃越耍垂 你曾經有一個可能 連續坐在那裡 看電視一個晚上吃掉一包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說你不能吃那麼多 畢竟它是 變粉啊 它還是會胖啊 還是有啊 他說這個又不甜 那不會胖啊 他就跟我在講 對 可是其實再好的食物 我覺得還是適量的 對啊 所以姐姐在幫我們做另外一個飲料 我們現在是做那個 地瓜咖啡 地瓜咖啡 所以一樣是把你冷凍的地瓜 把它打成泥 對 然後再把咖啡 下去煮 咖啡 我們今天是用了 沖泡式的咖啡 對 綠瓜咖啡 對 它非常香 都是你們在地的好朋友 對對對 然後 這個就是你用開水 沖泡它之後 然後加入我們的地瓜 一起去打 就可以了 對 你早上想喝咖啡了 就可以喝到地瓜咖啡 小華那你今天除了包括 你很特別的地瓜 那薯片大家都 就大概很認識 但是薯片還是有些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薯片跟薯片都不一樣 主持人請吃一塊 這樣我們一起吃 對 口感不一樣 你們的地瓜都比別人鹹一點 還有就是 我們地瓜比較淡一點 因為我們是走圓形的 然後清淡健康的路線 對 對 還有一點就是它不會有油耗味 它比較沒什麼油脂 的確它的油用的比較 我的感覺是它的油用比較好一點 所以沒有油耗味 對 沒有油耗味 稍微有點鹹度 地瓜自然的鹹味 對 然後甜度也沒有 一般我們吃的地瓜 那麼的甜 微甜 符合現在的健康要求 這個薯片是好吃的 是 所以我 這個薯片比一般的薯片好吃 所以大家就說 地瓜天不就是一樣嗎 我說你吃一下就知道 是不是一樣的 對 好東西要我們自己去品嘗 而且有很多時候 薯片上面會上一層糖 是希望你沒有 沒有 對 可能是因為我本身不愛吃糖 曾經有一個老師說 為什麼你做的東西 都是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是我想說 如果我自己不喜歡 我不想去推它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做媽媽的 我不喜歡小孩子吃太多 有的沒的簽家物 我們喜歡他吃得健康 又吃得放心 對 所以我才會研發這一系列的產品出來 你們好厲害 全部都純天然的 對 所以 謝謝你願意來幫台灣台農午食器 謝謝 所以 謝謝你願意嫁來台灣 所以我小孩都說 媽媽你今天是熟 熟夠辣 熟夠辣 台語不好不好意思 對啊就是 還有這個 很普遍的 這個很醜 地瓜葉饅頭 對 地瓜葉饅頭 因為它 我地瓜葉這次燙得比較久 所以它顏色比較深 謝謝 我放那邊給你 謝謝 地瓜葉饅頭 它純粹就是把地瓜葉跟 其實我平時會加那個 我們麥寮的那個月光下的麥粉 蕙翔姐他們家麥粉 對 他們麥粉去做 如果 因為這個比較健康 然後 就是大家都知道 像有很多什麼全麥麥粉 麵包之類的 老麵做的那種 對對對 所以它口感會比較好 如果你不太喜歡這個口感 你可以加一點點面粉 中筋面粉 原來地瓜葉饅頭 吃起來這個味道 它地瓜葉香香的 不會苦 我懂了 你的地瓜葉一定只有取葉子而已 只取葉子 對 它只要葉子 不要桿子 你那個筋不行 你筋進去纖維會很多 而且味道會很重 口感沒那麼好 取葉子就可以了 對 對 把葉子取起來 打成汁 或麵粉 做饅頭就對了 想要飽足感 想要瘦身的 多吃這個 地瓜葉饅頭 地瓜葉也稱為長壽之差 它雖然很醜 可是很香 對 就像我一樣 雖然很醜 但是我很善良 妳很漂亮 妳不醜 是嗎 謝謝 我常常被我小孩說 媽媽怎麼那麼醜 我怎麼會有那麼醜的媽媽 我說沒辦法 老天選擇了 其實妳媽是漂亮 而且她非常的自然 很有自信 謝謝 太謝謝樂樂了 我們再回到這個健安那邊 既然我們還有很多 你自己本身除了幫我們的林內的芋頭證明之外 對 你自己也開了包括 這個一定大家都知道 你的那個蛋糕 對 你的銅鑼燒 你一般推食農教育或推地方在創生的時候 除了讓大家下到田裡面去挖地 芋頭還有呢 我們也會透過那個手作的課程 就是把它從產地到產桌 從泥巴到嘴巴 泥巴到嘴巴 把它變成一個食物 所以像剛剛的 主播妳吃的那個蜜芋頭 我們在場域裡面 我們有在賣這樣的芋頭冰 芋頭冰 對 就是把它蜜芋頭之後加上剉冰 對 芋頭冰 我發現妳的芋頭條 芋頭餅乾 也沒有油耗味耶 沒有 我們也是都少油的 然後 大家都進步了 對 那個油耗味都少很多掉了 對 像油耗味會被打槍對不對 對 一般消費者不喜歡吃油耗 吃那第一顆就不想吃第二根 吃一口就不想再吃了 所以消費者的嘴巴是刁的 所以導致你們在做食物的時候 會越做越好 是 對 然後我們那個芋頭條 其實它是 只有也是調 調一點點的 鹹鹹的味道而已 也沒有說很重的口味 請繼續 然後 我們有一個米蛋糕就是 在蛋糕捲這個部分 都妳自己做的嗎 對 是我做的 那這個是蠻特別 我是用我們自己在地的濁水米 跟我們自己的林內玉 就兩個在地主要的農產品 我們把它結合起來 所以 雖然是蛋糕捲是很普通的一個糕點 但它是我們兩個在地主要農產的代表 然後 米蛋糕 對 我們是全米 所以我們是沒有小麥 直接 沒有小麥 因為我們過去本身就是產米區 其實我們現在國人吃米的食用量 逐年在下降 現在一個人一年吃不到42公斤了 所以越來越少 大概是麵食類的為主 麵食類的為主 所以 所以我們自己原本在種水稻 稻田 包括我們自己 芋頭田也會淪作 所以我們這些稻米的產量 或者是這個 產量不太有減 但是 價錢一直拉不起來 那我們怎麼樣把它 利用這個 把它做成加工品 來符畫我們的地方產業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做这个事情 就是两个结合在地最主要的农产品 卓衰敏跟林内玉 我真的建议有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吃所谓很多有名的芋头奶冻 奶冻卷 他应该要来跟他拿芋头才是对的 因为我们吃的一些奶冻卷里面的芋头 没有它的芋头好吃 就是甜味没有香气 为什么会这样 要会知道我们芋头种植的时间 跟会判断消它的品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是经验累积起来 如果你没有做奶冻卷来问他 为什么芋头馅这么好吃 主次暗示你说下一个产品就是 因为一般很多奶冻卷里面的芋头馅 没有它这么好吃 你包括第一个时间品种 跟要处理的方式有差 对对对 包括我们刚介绍的部分都是一样 如果你奶冻卷像它的芋头馅 那一定会更升级 会 吃到芋头的芋 大部分可能很多店家忙于做事业 那它馅料会用现成的 对 那现成其实会为了延长保存 它会增加很多的 的这个调味的东西 或者是让它延长保存期限的东西 那其实它真正芋头的这个 就原料可能不是百分百 甚至可能会因为降低 降低这个成本 可能要加一些面粉类直接去调和 那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 就直接从我们的芋头下去制作 加一点糖加一点油去做调味而已 节目委员竟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讲 其实我还不 我们里内芋其实不错 那过去因为大脚芋的盛名 所以我们大家都没有人重视或者认识 那我也想说有机会呢 欢迎很多地方的各地的朋友们 来我们这个里内教育部 我们带大家到铁里面去认识芋头 去拔芋头做采摘 还可以吃到很道地正宗的好的东西 乐乐最好 谢谢 我刚刚还忘记介绍两家产品 就是我们云林现在SBI 那个县政府辅导的两款新产品 一个是DGA的地瓜粥 还有一个即时烤地瓜 这个也是非常好吃 非常受欢迎的 那如果喜欢地瓜 喜欢芋头的时候 朋友可以多来我们云林走一走 对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云林喔 谢谢 芋头和鸡 谢谢两位 谢谢三位 很好吃喔 再会 拜拜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